金铭池 永寒柳 名柳如氏 有畅寒潮 无情残兆 正是萧萧难谱 更吹起双条孤影 还记得旧石飞絮 旷晚来烟浪斜阳 见行客 特地受邀如武 总一种凄凉 十分憔悴 尚有宴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 念愁兮风流 暗伤如许 纵饶有 绕低画阁 冷落尽水云有故 亦从前 一点东风 挤隔着重连 眉而愁苦 戴约各眉魂 黄昏月大 雨依身连低雨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 斜来阵阵寒意的水浪 也有些心事重重 只有西去的阳光 投下惨淡的影子渐渐的消失 南面的水岸 是我送别的地方 你走了 一阵阵萧锁的风 带来溢水上的苍凉 那风又吹起来了 吹起河岸上的柳 受尽霜冻的柳枝 落下最后一片黄叶 影子是这样的孤单 还记得吗 还记得那飞絮如雪的时候 我久久瞭望你远去的翻影 直到夜幕降临 浪花飘起来 是茫茫的烟雾 模糊了最后一抹斜阳 只有那孤苦柳树迎来匆忙的过客 扭动着瘦弱的腰身 好像要轻轻地舞动 春天里 我们彼此相爱 却在这寒冷的秋季催生出无数相似的落泪 回忆起携手并肩的亲密 那份感伤就像无数的气绳把我的心捆扎 声歌近舞的画坊依然绕着河岸缓缓地移动 可是我的心里却是这样的冷落 水在流 云还是那样的飘 只是不知道心上的人你在何处 想着那些相恋的日子 如同一阵吹来的东风 可是 那是多么微弱的风啊 吹不进重叠的窗帘 只是让这一份相思深深地刻在我的眉间 我只能等待那个梅花的精灵 在夜蓝人静的时候 在月淡星熙的时候 我对他说出自己心中的苦门 让他传达我对你深深的思念 然后再来 把你这种感觉 为了在夜蓝人静的地方 我只能在一旦中的一切 我只能在夜蓝人静熙 我还能把你想着一下 我只能在夜蓝人静的地方